前港督彭定康再次就本港的佔領行動表態 批評特區政府欠缺領導才能去解決政治僵局 梁蘇婷報導 經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就中英聯合聲明 在港實施情況 在當地星期二舉行首個聽證會 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發言時 提到本港的佔領行動 他認為如果政府一組與學生等團體對話 是可以避免佔領行動 由批評施放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無助解決政治僵局 彭定康又說欣賞示威者的勇氣 認為他們不是知識分子 彭定康有質疑英國系害怕損害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而對香港現況袖手旁觀 強調中英聯合聲明是雙方聯合簽署 英方有義務關注香港發展及提出意見 而中方亦要履行承諾確保港人生活方式50年不變 能批評中方沒有體現聲明的精神 亞洲電視記者梁素亭報導